打開房門 氣味撲鼻而來 好臭喔 裡面超臭的 空氣那麼差 心裡瀰漫著一股煙味 發霉味 仔細看看 櫥櫃表面一點一點 原來是發霉了 你看這個衣櫥都長霉了呀 恐怖 天啊 長霉啊 你看這個床鋪都還弄得 亂七八糟的 床單上怎麼還有皺褶 廁所 老舊 卡髒屋 沒想到連續換了四間房 竟然都是如此 可是有的人覺得很好 還有人回住的 這個很難去 但實在是住不下去 原來一行姐妹在團購網 下訂旅社 看準上頭標榜優質的住宿環境 一晚將近兩千塊錢 打算到台北過生日慶生 才知道房內瀰漫煙味 出櫃發霉 最後決定退住 但是如果它是普遍性的 都是這樣子 沒有這個水準 而且明明就程序差距太大 那這個部分有可能會成立廣告不實 業者以假日為由 不做正式的對外回應 但消保官說 旅館業者必須提供乾淨品質 假使網頁刊登與時機不符 業者惡意欺瞞 有可能涉及廣告不實 雖然業者事後同意全額退費 但生日訂到這樣的房間 原本開心的慶生之旅 已經讓人覺得小心 記者龔玉德台中報導 主事 我只要 找找